中佳新聞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针对中央有意推动地质法修法 促成竹竹合并 升格为第七都 甚至有可能出现第八都 金融市长林又昌特别呼吁中央 应该要提出配套 将财化法与其他相关法律一起纳入讨论 率先抛出金融合并 新北市北海七区升格为大金融市 并强调县市平权重要性的金融市长林又昌表示 如果六都包含可能合并升格的新竹县市 及彰化县 总人口数已经占全国人口的80% 因此对于其余的非直辖市县市 林又昌呼吁中央应该紧述提出配套 他建议订出日出条款 以增加非直辖县市的预算资源 平衡城乡差距 应该在修法的同时 要去思考是不是要订定日出条款 去订定日出条款 也就是针对非还没有变为直辖市的这些城市 在未来的行政区划上应该要订一个明确的一个旗程 那看是两年四年还是六年的时间 去完成整个全国的行政区划的一个 重新的一个调配 我觉得应该要订一个日出条款 那这样子会让非直辖市的这些民众 更为对未来的一个发展 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刘昌强调以金融市的地理位置 金融市其实也有资格升格直辖市 它很明显就是整个北海岸 北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港口 连接的东北角跟北海岸 甚至是包括远到台湾的极北跟极东 都是金融市的管辖范围 所以金融市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面积 不只有陆地的面积 我们还包含我们的海洋的面积 如果把金融市海洋的一个面积 一并把它记录的话 其实金融市并不小 所以我想我们从不同的观点 来思考一个城市的发展 比较拘泥于传统的一个观念 我特别刚刚强调的是 不要只是看金融市的陆地的一个面积 更重要的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 那个金融市的海洋的这个市府 所管辖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大 所以作为一个未来很有可能 有发展性的一种海洋的城市 或者海洋首都的这样的格局 我觉得金融市是应该得到 中央的一个重视 并且在行政区划上 也应该要被优先的考虑 而对台北市长柯文哲批评 让新竹等县市升格直辖市 是错上加错的做法 牛昌则强调应以正面看待 重点是需要配套措施 如果是这个20% 你应该是要给他更多的一个资源 给他更多的一个保障 给他更多的一个预算 我想这个对于平衡城乡发展 那在一个阶段性过渡的一个时期 应该要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够安心 然后让城市的一个发展能够继续 那甚至因为这样子 能够得到被强化 那可能结果就有可能朝向一个 比较圆满的一个方向来发展 我个人是这样 我比较乐观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所有的一个课题 其实都是正面的去看待他 立法人蔡世英则表示 升格议题不能不讨论基隆 他已经暂时撤迁 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 柯建民提出的地制法修正案 蔡世英强调 如果要做行政区重划通盘检讨 基隆绝不能被搁置在一旁 那我理解到总统对于这个议题 开始也在征询相关人的意见 那我也期待在意见的讨论过程当中 基隆未来的城市规划 一并一定要把它纳入 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因为我认为如果这一次的发展 没有把基隆纳入的话 那对基隆的城市发展来讲 更加的没有办法有改变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一直期待说 我也跟我民党总召科技民 我也跟他提过 我期待说这一次的地制法的 这样一个修正的过程当中 未来在考虑的部分 基隆的发展一定要把它纳入 那这个部分我也会再跟其他的委员 来做协助来说服来沟通 那我想我的看法跟市长的看法 是非常类似的 我们认为基隆的城市发展 受选于现在基隆的环境 如果没有在这个行政区画上 有效的做改变的话 那对于基隆未来发展 是非常不利的一件事情 蔡世英认为 除了地制法 财化法等与行政区画有关的条文 也应该一并纳入加以讨论 这是对台湾国土规划很重要的事情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金融市长吴秋英在冬至当天 亲手制作养生又美味的六色汤圆 与金融市长林又昌 一起送给金融市政府的同仁 感谢大家一年的辛劳 白红紫黄绿黑 多彩多姿的六色汤圆相当讨喜 这是金融市长夫人吴秋英 亲手制作的汤圆 除了糯米原味 更以火龙果等新鲜食材揉出六种颜色 加上养颜美容的白木耳 及滋补的红枣桂圆等配料 希望在冬至 以养生又美味的六福汤圆 感谢金融市政府同仁 常年推动市政工作 服务市民的辛劳 那我这个材料就是纯糯米下去做的 那它的这个总共六个颜色 那当然白色就是它的原味 那其他颜色都是用这一个 植物本身的颜色 然后去做这一个色彩的变化 那比如像红色的话 我就是用红楼果 就把红楼果打成果汁 然后下去做 然后黄色的话就是地瓜 那地瓜就是用真的地瓜下去做 然后再来就是绿色我就用抹茶 然后紫色就是用芋头 那再来还缺一个什么颜色 还缺一个黑色 黑色就是用芝麻 对 然后紫色就是用芋头 这样子对 那因为所有的颜色都是来自于自然的颜色 所以这吃起来其实是一个很没有负担 然后比较健康的一种做法 除了用天然食材取代色素 芝麻汤圆部分 吴秋英更舍弃传统包馅方式 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品尝到芝麻香气 又不会吃尽过多热量 一般通常我们都会把芝麻馅 然后或这一个猪油以及糖 然后做成馅料包在这个汤圆里面 那这样子的热量相较于一般的这个 没有包馅的汤圆来讲 它热量是比较高的 那我今年做的这一个芝麻馅的这一个 芝麻汤圆呢 主要是它不包馅 我就直接把芝麻做在这一个 汤圆的这一个材料里面 所以它吃起来它有浓郁的芝麻香 但是它并没有 它少了那个油脂 以及这个高糖分的这个热量 金融市长林又昌在品尝后 也沾不绝口地表示 从她上任后 太太吴秋英每年都会制作汤圆 与大家分享 口味更推成粗心 养生又美味 你有什么看法 没有什么好讲的 这个一定就是很棒 不是只有今年 是每年 我上任之后 每年我太太都做这个汤圆 跟大家分享 然后它口味还有推成粗心 所以今年 今年好像有多嘛 芝麻是多 那个新增加的口味 我常常问他说 这个如果拿出去卖 要卖多少钱 他我觉得一定是亏钱 因为那个手工 真的是手工其实很好吃 就蛮Q的 汤圆 送汤圆 他自己做的 刘昌协同吴秋英一一赠送六福汤圆给副市长林永发 秘书长黄俊逸等市府同仁 及到市府洽工的民众 也预祝大家能源源满满 平安一整年 祝大家源源满满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的确帮孩子找到兴趣 进而发展是越来越受到重视 上车新闻的画面 最后两位同学 就是家长鼎立支持 与指导老师提供舞台及指点 让吴培凯和江烈成 分别在今年的电脑修护 与城市设计指种中 获得金手奖中的冠军 非常厉害 勇夺电脑修护类金手奖 全国第一的电机科学生吴培凯 因为吴爸爸的职业关系 家中有各式电子零件与器材 启蒙他相关领域的知识 国中的生涯探索课程中 被指导老师徒伯村 慧眼是英雄发掘 引导就读电机科 并纳为选手栽培 全国技艺竞赛 电脑修护职种 有58校61人参赛 各校的精英奇聚竞争激烈 吴培凯拿下金手奖中的第一名 实属不易 他对于实作是非常的热忱 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甚至于那个时候 我觉得他的程度 已经比高三的学长都还要优秀 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你要不要留下来电机科 我们一起努力 三年后我们参与这个比赛 初老师他发觉我很有潜意 他在那时三年前就向我提过 这个工业类科的技艺竞赛 然后我也顺利的 在家里讨论之后 决定继续留下来 各个老师的不厌其烦的教导 我也顺利的得到了 这个全国工科技艺竞赛 电脑学乎类足的第一名 另外一位也是金手奖中的冠军 江烈成 在城市设计 勇夺全国第一 指导老师李博彦指出 烈成是内敛的孩子 喜欢思考 逻辑清晰 高二才接触拍访语言 高三获选为选手 最后一个月 每天长达12小时的训练 也不含苦 很有天分 也深具毅力 最厉害就是他头脑其实很清醒 而且他蛮会去 去分辨他现在这个提醒 他看完之后 他有没有什么需要 去 怎么去做 或者是说怎么样 可以马上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会开始动手 比赛的时候都会很紧张 所以之前有 参加过几次的比赛 就有经验 所以这次比赛就 不会那么紧张 两位拿下金手奖中冠军宝座的同学 有共同点 就是国小时 他就已经发现自己的兴趣 国中定向 选择自己的兴趣 记忆高深 经过指导老师提供舞台及指点 加上自己的勤奋 最后终于在全国记忆好手中 展露头角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为在中山区外木山 湖海路的台电协和发电厂 油朝外围的围墙早已吞色 金融市议员张炳君 和立委蔡世英合作 邀请到台电协和电厂 北关处和市政府相关单位 一起会刊 决定由台电耗资300多万元 在明年重新彩绘 不管是龙虾还是大船 围墙上面每一幅彩绘 高度都超过两公尺以上 这里是中山区外木山 湖海路的台电协和发电厂 油朝外围墙 是多年来饱受风吹雨打 烈阳曝扇 原本墙面上一幅幅美丽的彩绘 早已金钢屋褪色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认为 外木山是基隆非常重要的风景点 因此特地和立委蔡世英合作 邀请台电协和电厂 以及北关处和市政府 相关单位人员一起会刊 最后决定由台电方面 耗资300多万元 在明年利用暑假前 重新彩绘完成 外木山是我心目中 最漂亮的海岸线 跟曾经获得 魅力十大海岸的冠军 那其实我跟蔡世英委员 我们有持续在争取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货柜市集 然后比如说单车步道的串联 包含我们外木山移港的发展 甚至我们海星平台的重建等等 这都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可是我们后来有发现到的就是说 现在游巧的围墙 其实已经有超过十年以上 并没有做重新彩绘 然后所以它现在看起来 都是有点脏脏旧旧的 所以也让很多游客跟游客 总觉得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 所以今天特别跟蔡世英委员 然后我们惊奇林秘书 然后邀请各全者单位来 共同办理会刊 就是希望能让这个围墙 重新赋予它新的生命 让它变得更漂亮 也借由外木山的发展 可以带动我们基隆的观光 也让我们的基隆变得更好 那也感谢台电这边 目前也愿意提拨 超过三百万以上的经费 并在明年预定是在暑假前 然后把它整个围墙重新喷漆 然后让它变得更加的明亮 那我也相信 借由这样子的话 可以让外木山的发展会变得更好 而我跟蔡世英委员 也会持续来继续争取 借由外木山的发展 让中山区变得更好 也让基隆变得更好 对于台电协和电厂 愿意重新彩绘 由朝外围墙 一起发展外木山的观光 张炳君也表示肯定和感谢 记者吴俊松 机动报道 我想要月入百万赚大钱 我想要住豪宅开银车 我想要天天上银排铺 本人是高级热力 来 现在签下去 你就是人生赢家了 行行吧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应征锅做食 要确认诚实性 以免求职不成反受害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 真的很不容易 守护重要的家人 让我们祝您一臂之力 基隆市政府协助就业弱势租群 提供各种协助 各区里办公处也定期举办真材活动 帮您找到合适的工作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过年前急着找工作时要特别注意 基隆有一名黄姓男子收到一封求财信 联姓杀公司被告知点一个赞 就能赚进30块的酬劳 还有其他的同事佐证 被害人不宜有 他为了领佣金就先汇钱投资 最后投了30万元 结果是全被诈骗光了 投资1万块可以赚1万2 洋洋傻傻的对话记录 许多人贴出了高达6、7千元 甚至2万元收款记录 目的是要取信于人 基隆一名男子日前在网路上求职 却收到简讯回复 要求他加入LINE群组 并到IG按赞 就可以收到酬金 同时有看到其他人收款记录 这时诈骗集团 又要求男子到投资网站上注册 男子见到获利 直接投注了30万 却遭到对方已读不回 像这种 他就常常会传一个一般的简讯 那会让你来加入LINE 那一旦你加入LINE的话 他就有一个相关的群组 那这个群组其实他就是诈骗 所设定的一个相关群组 他里面会有一些 可能会欺骗你 说现在已经告获利 已经获利到哪边了 那你不要信以为真 就真的是 这其实都是他们内部人 都是在搞鬼的 那希望一般民众 不要轻易的去跟陌生人 去加入LINE的群组 诈骗集团设立群组 不时更新资讯 也没忘记提醒团员 要随时记得查看群组讯息 近期在社群媒体上 常出现像点赞专员这样直缺 警方说这是新型的 线上打工诈骗 现在遇到说有那种诈骗行为 或是要骗顶月率 会有金钱方面的 基本上那都是诈骗的 所以说我不会去相信 甚至去点月 随着民众防诈观念逐渐抬头 诈骗手法也变得五花八门 民众在网上求职 可要放亮双眼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岁莫寒冬 若是家庭在疫情冲击下 生活是更加的艰困 基隆一家著名的豆浆店 受到三星人士托付 12月21号起一连三天 共赠送了200份的爱心早餐 给弱势民众传递暖暖的温情 早餐店的业者也加码共襄盛举 推出锦销人员在这三天 只要凭证就可以免费取早餐一份 希望借此感谢锦销人员的辛劳 民众大牌长龙领取爱心早餐 这家金融知名豆浆店 在疫情期间 曾经送早餐为防疫人员加油 结果一位三星人士 受到感动决定效法 捐款请豆浆店 从12月21号起 连续三天提供 共200份免费早餐 给弱势民众 豆浆店老板邱信全 也加码共襄盛举 这三天 锦销人员只要凭证 就可以领取免费早餐一份 每天限量50份 爱心人是他来捐赠的 对 爱心人是他捐赠的 顺便就是 我想就是我们店里 自然做这个活动帮他做 顺便就是给警销 因为警销他们在第一线 每天都24小时都很辛苦 冒着生命危险 为国人在那边工作岗位上 我想顺便 尤其是警察消防他们 你看就顺便给他们做个爱心 对 这个爱心人是捐赠的 他是他不要留名 达到老板夫妇亲手 制作热腾腾的早餐 让派出所远景相当感动 非常感谢老板 就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也有给我们送早餐 然后让我们觉得很暖心 就是疫情期间虽然我们很忙 但是老板也有老板的关心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温暖 先前与豆江店老板一起赠送数百份早餐 给警销及清洁队员等防疫英雄的金融市议员童志伟 也很开心当初的提议 能够带动一连串的爱心行为 也因为当初他们疫情做了相关的爱心捐赠 让有心人士也捐了一些资金到我们店里来 希望帮助弱势的朋友 然后大家自由来领取 每天限量几份这样子 那也特别呢 这次也特别提供我们只要凭有证件的警察或消防人员 都可以来领早餐 每天限量50份 那我想这个活动是非常的有爱心有意义 那爱心这个活动是希望可以传递跟连结的 我想阿信豆江这份的善举 我们值得来推广跟推崇 应兴权也希望之后的每一年都可以举办爱心早餐活动 让爱延续 一起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张其辰金融报道 再来是破案消息 警察局三分局前往百福社区服役街 民宅搜索居然发现了空房内栽植了大麻高达173株的幼苗 还有13株成株的大麻及干燥大麻花13包 到底有没有贩售呢 警方还要深入追查 大批连警来到民宅搜索 才一进门就闻到浓浓的大麻味 果然在空房间内发现大批的幼苗 警方在接获报案 有人在家里种植大麻 那我们立即派员前往 那经过屋主的同意进入搜索 发现确实有栽种大麻的情况 那据该民嫌犯表示 他是从网路上自学 习得种植大麻的技术 经过清点 现场有173株的幼苗 还有13株已经成株 屋内还摆放生长灯 植栽棚架 及湿度计等设备 专业程度让警方摇头 虽然男子公称 种植大麻都是自己上网学 强调大麻都是自己稀释 那目前尚未查证有贩卖大麻 牟利的情势 那警方正积极溯源向上追查 全案以毒品为爱防治条例 移送地监署侦办 男子只坦诚种植大麻 但否认有贩售行为 为了种植大麻 把另一间空房间当成栽种场所 利用黑布阻挡 怕外人察觉 电风扇更是全天开启 降低气味 警方对男子说法存疑 要再进一步扩大侦办 记者 王少明 金融报道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大众传播研究所 与中家集团进行程序合作 推广媒体素养 其中透过桌游工作方 针对国小国中高中和一般大众 创意开发出四款媒体素养的桌游 让大众透过玩游戏 学习媒体素养 也欢迎各级学校和社会团体 上网填写桌游 线上申请表单 就可以免费自行列印桌游 画面现场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大众传播研究所 与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 举办的玩桌游 推广媒体素养活动 报名参加的民众 与乐林长辈聚在一起玩桌游 媒体生存站 每位玩家各自扮演一家媒体 使用策略来赚钱 想办法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 游戏的过程中 让民众体会到 看到媒体讯息的同时 要判断讯息的真假 避免成为被媒体操控的对象 然后在第一场推广活动当中 印象让我很深刻的是 有一个阿姨在玩的过程当中 她就询问我们说 我们出这么多策略牌 但很多都是攻击性的 那这样攻击性的策略牌 这样不是在教导我们 就是要一直攻击别人 然后去骗别人吗 但实际上我们是希望 透过这样的体验的方式 让他们感受到 媒体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是一个互相竞争 然后必须透过一些策略 然后生存下来 所以必须有这样的方式跟手段 但是也进而希望大家 可以去反思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么多资讯 面对这么多媒体 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去反思说 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这些讯息的时候 要如何去判断它的真位 然后要如何去判断这些资讯 然后让我们可以不被媒体所操控 那我也想要分享一个 就是在推广过程中 收到一个很棒的回馈 就是其实也是像 承接刚刚子婷讲 那个阿姨的心得 就有一个伯伯 他其实一开始拿到的 所有的策略牌 都是属于攻击人的策略牌 那他就觉得他不想要使用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清流 想要维持正向的媒体 正向经营 也因此呢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得到的分数跟回馈 其实是相对少分 但其实他就一直坚持 这样子使用他的正向经营策略 结果到最后的游戏结束后 他得到的总分 跟他因为这样子 坚持自己正向经营策略的 结果得到的总分 跟钱都是最多的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这一场收到的最大回馈 所以可以告诉我们说 就算你坚持使用 自己的正向经营的方式 也不一定都是得到不好的结果 为了加强推广媒体素养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大众传播研究所 与中佳集团进行产学合作 透过桌游工作坊等 多元的课程设计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参与 民众来说他们其实很好奇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像媒体师徒 或是媒体素养这种东西 那还问我什么叫素养 那我就跟他们讲 就是你要辨识媒体的能力 那后来听到说 突然间这有个桌游的体验 所以呢那一天来听讲座的人 马上就全部都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 有很多人就是那天讲座来之后 他继续来 他觉得这个体验让他更加深 就是在媒体素养方面的概念 那之前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媒体的素养有这么多的一个层面 蛮深入的这一层 那今天透过这个桌游的游戏呢 接触到蛮多的一些媒体不同的 不管是正面负面 各种的一个手段方法 还有就是我们对媒体的认知 以前从非常表层到现在 我们可以比较深入 甚至还有蛮多比较专业的一个 专用名词的认知 所以今天我觉得透过这个游戏 让我们可以说过一遍 在桌游工作方的脑力激荡下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分别针对国小 国中 高中和一般大众 开发出了四套媒体素养主题桌游 台师大大传所也欢迎各级学校和社会团体 可以到台师大USR媒体素养推广基地 脸书专页 填写桌游线上申请表单 就可以自行列印桌游电子党 透过玩游戏来学习媒体素养的概念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